大家都說世上只有母親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談論母親這個主題 講到母親你們的第一印象都是什麼啊 媽媽很兇 是嗎 我覺得是溫柔又帶一點嚴格 溫柔又帶一點嚴格 對啊 你覺得咧 我也這麼溫柔 如能轉念 何須我大慈大悲 若不回頭 誰為你救苦救難 印象中我的母親是慈祥溫柔 從小呵護我們長大 但有時候也會刀刀絮絮地頂住我們 其實這就是母親對孩子的一種關愛 生怕我們不懂事故人情 在社會上吃了虧 可能這也是母親從上一代人傳承下來 一種對子女表達關愛的方式 在國中高中的時候 她最常叫我就是要認真讀書 做事要多用一點心 然後眼光要放亮 然後朋友要慎選 不要亂花錢 要節省一點 提醒我要吃飽飯 長輩說的話要用心計 如果不把飯吃完的話 你下輩子會沒有飯吃 我沒有媽媽 我媽媽在我很小時候就過世了 我從小是跟阿嬤一起長大 阿嬤最常說的就是不要浪費食物 就是吃的東西要把它吃完 一起超車糾紛引來殺雞 台北市京城發生因為超車而引起的虎毆殺人事件 警方也在接獲民眾報案後迅速出動快打 在美國內華達州的一所學校 也發生駭人的校園槍擊案 都是負面的新聞 年紀19歲的男學生 並長期受到霸凌 進而在 唉 先不要看好了 看一下手機 我們都是這麼負面的廣告 打打殺殺 來好多電動玩具的廣告 唉 越看心情越不好 聽個廣播好了 各位聽眾 大家好 這裡是星辰廣播電台 今天星辰廣播 將為您分享一則 如何為孩子找到貴人 以及幫助孩子趨吉避凶的方法 在古代傳統的社會 教養與啟蒙的教育是母親的責任 所以 母親給人一種很偉大的形象 很多人不了解 以為女子在傳統古社會裡地位低 甚至是沒有地位的 這種認知是完全錯誤的 聖賢從哪裡來的 聖賢是母親教出來的 沒有聖賢的母親 也就沒有聖賢的兒子 古時候 文王母親 太人 在懷孕的時候 眼睛不看不好的東西 耳朵不聽不好的事情 這是為了讓她 腹中胎兒小孩 也受這個氣氛感染 所以小孩生出來之後 好教 聽話 原來古時候 就是用胎教這種方法 看來要效法 文王的母親太任 這十個月 我們要好好配合囉 孩子從出生到三歲 這一千多個日子 她所看到的 所聽到的 所接觸到的 都是一些好的規矩 她自然就學會了 自己跟著丈夫 孝順父母 小孩在旁邊看著 慢慢的 她也就學會孝順的重要性 所以古燕裡有一句話說 三歲看八十 這一千天她學的 八十歲都不會變 這叫同盟養政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弟子歸 你不去學它 你永遠不知道 一旦你學了 而且越學越歡喜 這個恭敬心 由然而生 孝順心便在心中滋生起來 這些都是能幫助孩子遇到貴人 以及替孩子 找到趨吉畢生的方法 原來弟子歸 是爸爸媽媽做給小孩看的 不是叫小孩背的 那寶寶 我們也要一起學習弟子歸喔 這個時代的家庭 多數是雙心家庭 父母親都必須外出工作 因此對子女的教育責任 就轉而落在爺爺奶奶 保姆 外傭 安親班 甚至 電視 手機跟網路 有多數的爺爺奶奶 都叫得很好 但是子女對父母親相處的時間 就變得很少 很難注意到孩子的變化 其實母親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母親這個角色 不僅僅是要守護孩子的身 更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心 媽媽妳之前生小孩的感覺是什麼 我現在好緊張喔 不用緊張啦 順其自然就好 你現在有肚子痛喔 對 肚子痛的感覺 你打個電話去醫院 好 打個電話去醫院 打個電話去醫院 好 那麼觀世音菩薩寶佑 那麼觀世音菩薩寶佑 母親 除了生育我們 養育我們之外 更在我們出生之後 肩負起教育我們的重責大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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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阿嬤 早安 早安 胖阿公 阿公阿公 早安 好嗎 阿公阿嬤 早安 好 乖子你今天也起了很早啊 你有沙啞去臉嗎 有 今天要上學嘛 等一下吃飽飯後要去上學走路小心 好 好 很乖 好 爸爸早安 早 今天學校要上什麼課 畢子歸 畢子歸 好 很好 媽媽在廚房 你去跟媽媽問早 好 往這邊出過去 媽媽早安 早安 為什麼 每次我們起床都要跟爺爺奶奶說早安 問候是一種關心的感覺啊 媽媽跟妳說早安 妳有沒有很開心 有 早安 好 早安 快去洗手 等一下幫我擺碗筷喔 早安洗乾淨喔 好的家庭教育 除了能讓小孩明白自律的重要 父母的身教 也能讓小孩耳濡目染 養成良好的習慣 我先問妳喔 我們用哪一隻手用餐 要 右手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筷子 放在碗的右邊 那碗筷現在擺好了 接下來呢 那是清爺爺奶奶吃飯 好 好吧 媽媽上去 現在的教育大多數重視知識 與才藝的傳達 往往忽略品德和人和的教育 透過父母親的身教和言教 希望能帶給孩子一輩子受用的就是 讓孩子懂得選擇 一個志同道合的朋友 讓孩子能夠儲儲於貴人 看完剛剛的影片 我們可以深深體會到 母親在生育和教育我們 是非常偉大還有辛苦的一件事 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問我們的受訪者 看完影片後 他們的感想還有心得吧 母親這個角色真的是很像 觀音菩薩 影片中有提到說 弟子歸啊 鬼還沒有接觸這個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心性都是蠻浮躁的 打來打去的影片啊 因為小時候不知道嘛 然後就很容易就 看了就覺得喔很有趣 然後就一直這樣看 但是不知道這是不好的東西 照顧三個子女 然後又要照顧我啊 然後就會覺得 還要就是扛起很多家裡 的一些問題什麼的 就是覺得她很厲害 如果沒有她的話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就 不是一個 就是很乖的小孩 可能非常的叛逆 因為年輕的時候很會賺錢 所以你不會 你會以為 你永遠都可以這樣子賺錢 你不再能夠賺這麼多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還好我有存一些錢 所以我才能夠面對 現在的一個突發的狀況 還好媽媽以前有這樣提醒我 雖然我做得還不夠好 所以也會覺得說 要這樣子提醒自己的小孩 從我媽媽的 聲教 嚴教上面 可以感受到 就類似於我們現在的地址規 比如說她第一個 她把家庭也照顧好了 第二個就是說 她對她的兄弟姐妹 包含對我父母親的兄弟姐妹 到現在都非常的照顧 在她身上學習到 可以去替他人著想 對 因為我們小時候啊 我們都吃 很少有吃的東西 常常吃的是番薯籤 所以現在覺得說 我們能夠吃飽飯 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所以你看也要去剪柴火 養過豬還養過羊 然後就去挑那些廚餘 我常常喜歡 就抱她 或者是抓抓她的手啊 就是感覺她的手 都越來越粗越來越粗 所以就是感覺就是說 能夠吃到一個 現在能夠一個白米飯 真的是這個 她覺得這是很滿足的事情 我們常常會把母親 比喻為觀世音菩薩 是因為觀世音菩薩 是救苦救難的 而母親的形象 對子女的愛護 與包容 也讓我們 直接有著同樣的聯想 不少父母親因為談吐便利 未盡時當的衰選 給孩子提供漫畫、卡通、電視、手機、網路 來陪伴小孩 只要小孩不吵、不惱、開心就好 這樣的圖方便容易助長 孩子在錯誤的環節裡 學習貪心、殺戮、切刀、血淫等等 而後果可能非常可怕 未來就可能變成家種的恐怖分子 你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不要就是 每次就是太晚吃飯 然後該吃飯的時間點要好好吃飯 然後人不舒服就要看醫生 不要覺得自己就是醫生 然後謝謝你一直這麼照顧我長大 然後我愛你 感謝媽媽從小到大這樣子的教育我們 也讓我有一個也調養我 建立起一個叫正確的心態 然後也感謝媽媽一直以來默默地為我們付出 謝謝 在外面 因為在出外工作 難免會遇到一些挫折 一些人事上面的問題 也會說偷偷的真的是會很傷心 也會感覺說如果說今天我在我父母親身邊的話 我是不是會更幸福 媽媽謝謝你照顧我們 也為我們這一生也為我操碎了心 謝謝感謝媽媽 媽媽我愛你 媽媽很謝謝你 到八十幾歲還這樣照顧我們 照顧我們的家庭 照顧我們兄弟姐妹 而且媽媽在我女兒小的時候 在我工作最忙的時候 也幫助我照顧我的女兒 所以我很感謝媽媽 真的是很感恩 媽媽很感恩你 謝謝你媽媽 這麼多年辛苦把我養育成人 謝謝 謝謝媽媽 我愛你 影片中的母親用生教來教育孩子 讓孩子懂得理 學習生活中的應對進退 讓孩子扎下孝敬的根 當根扎了文 孩子自然就會體恤父母的心 不會學壞 社會的負面新聞案例自然也就不會發生了 菩薩未因 眾生未果 母親對我們的鼎鼎與管教 其實就如同觀世音菩薩一樣 要我們從音上下手 避免將來不好的果報發生在孩子的身上 我們下次再見 想到媽媽平常會對我常說的話 如果我人在外面的話 她大概就是會一直問我說 在哪裡啦 到家了嗎 吃飯了沒 幾點回家 還是什麼的 有時候熬夜讀書寫作業 她就會說 趕快去睡了趕快去睡了不要再讀了 明天再讀啦 現在想想 其實 媽媽這樣子養育我 生育我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今天 這個節目 剛好也邀請到了 我媽媽到了現場 所以 我也想要跟媽媽說一聲 媽媽 辛苦了 然後 我也很愛你 然後 你自己也要對自己好一點 若有國土眾生 應以母親生得度者 觀世音菩薩 極限母親生而未說法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